今天视频中的主角是我的好朋友Kenny 一个在新加坡读书工作了十年之久的中国女生 今天她要带我去看看她的出租屋 电梯一上来就能看到 针对面是一个垃圾通道 共同一楼层的住户使用 后期建造的组屋 垃圾通道都不入户了 而是放在公共区域 她都瞧着看 月光响 看一下你的闺房 你来介绍一下吧 这一边是厕所 这是主卧对吧 对 这里是主卧 有一个单独的厕所 这是我的一些东西 哇 女生就是瓶瓶罐罐很多 哇 然后其他的也没有 这个润唇罐我已经用到快空瓶了 这么大一罐用了 这么快 因为嘴唇太厚嘛 需要 然后这边 这是我的床 这是新买的床单 Jim Perry的 就我很喜欢这个颜色 粉色配紫色 哇 这么多书啊 对 就是很喜欢买 但是呢 都还没开始看 你看连那个包装都还没拆呢 你都是在哪买的 新买青年 嗯 淘宝 当当网吧 嗯 这算是给当当做广告吗 看到《红楼梦》和《失乐园》了 还有哪些书 可以借我一点书吗 没有 这些有的是别人给我的书 我说可以借给我看吗 可以呀 可以呀 你看你要看哪一本 好的 然后香水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 就你要看到 这个香水 Chanel的 嗯 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这一支是南乡 三宅一生 是吧 嗯 南乡 然后女生用的话 也是不违和 挺挺香的 就不会很腻 然后又 蛮舒服的一个味道 然后这边是 六人公用的一个厨房 外面是一个洗衣晾衣的区域 这个是从朋友家客厅 看出去的一个风景 新加坡很少能见到这样的松树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杰西 今天呢 我来到了我的好朋友家 哈喽 大家好 我是Kami Kami 你能告诉大家 你是哪里人吗 我是福建 近江人 金刚狼 金刚狼 可以聊一下 你这个房子 就是它 是在什么地段呢 然后它的租金怎么样 嗯 是在市中心 中巴鲁这边 它的地段 就 嗯 步行到地铁要15分钟 所以 租金相对便宜一点 每个月是900新币 嗯 主卧 我这边是主卧 所以有自己的洗手间 嗯 那是因为就是说 它离地铁要步行15分钟 那如果是在中巴鲁地铁站旁边的房子 会不要贵一点 会 嗯 会多 应该一般就是一千多 一千出头一点 对 一千三千四要 嗯 所以你这个价格还是蛮合适的 嗯 然后 我们有六个人 六个人一起租 嗯 嗯 所以 就是洗手间的话 我自己就用嘛 还比较方便 嗯 那如果是做做饭的话 就是要轮流 六个人 嗯 那你的室友都是哪里人呢 有 越南缅甸 中国 嗯 你在新加坡有多久了 嗯 哇 这个有十多年了 我整个青春岁月都奉献给新加坡了 连初恋都是在新加坡的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新加坡呢 嗯 我是被妈妈骗过来新加坡 当时是高考成绩不理想 然后我妈妈就帮我安排了新加坡留学手续 就直接把我送过来新加坡留学了 那你现在 嗯 对新加坡的生活还适应吗 嗯 现在挺适应的 毕竟有十几年了还蛮习惯了 嗯 刚来的时候就不是很适应 嗯 嗯 连英语都不会讲 然后现在不仅 英语沟通 没有问题 然后还 还连signish都会讲了 因为有网友说 新加坡的天气 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非常潮湿 炎热 嗯 那你觉得新加坡天气怎么样 嗯 其实我倒是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因为新加坡有 它的组屋楼下都是有那些遮雨盆啊 嗯 所以我不会下到太阳 也不怎么会淋到雨 嗯 嗯 你对新加坡的食物还适应吗 嗯 挺适应的 因为它这边有很多福建广东菜啊 我个人福建人嘛 所以就还蛮适应的 然后 然后 其实刚来的时候 我跟我妹妹来新加坡这边旅游 然后我妹妹那时候就是 呃 吃到拉萨 她说想吐 然后 可是呢 其他的中餐这一块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然后 我弟弟 我弟弟来新加坡的时候呢 他 我带他去吃那个 喝那个甘蔗水 嗯 吃海南鸡饭 哇 他回去之后念念不忘 这个最佳CP 对 像海南鸡饭也是很多国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个美食 还有一些网友他们会说 在新加坡会被歧视 就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那你在呃 就是不管在职场啊 生活上面 有没有遭受过这种被歧视的经历 嗯 生活上的话 倒是不会 嗯 但是啊 新加坡有一些文化是跟啊 国内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 呃 特别注意一下 比如说它的那个纸巾站座的文化 嗯 嗯 就是 如果你到那个石格里面 你看到有一个纸巾放在桌子上的话 基本上就这个位置就是 已经有主人了 所以你千万不要去坐在那个位置上面 What 嗯 有时候是纸巾 有时候是雨伞 蛤 对 这点还蛮特别的 嗯 嗯 然后他们的那个排队文化也是 呃 不成文的一个规矩 所以如果插队的话 就会被 呃 人歧视 对 别人会给你投来那个异样的目光 然后呃 像手扶 地铁里面手扶梯的话是 左立右行啊 嗯 跟国内相反 哦 是 所以就 呃 这样的话就是你一定要默认站左边 如果你去站在右边的话呢 就就是 有点爱爱到别人 大家就觉得会不文明 嗯 然后呃 在公共场合的话要小声讲话 嗯 然后手机啊 呃 他们都是保持静音的 嗯 那坐地铁跟巴士的话都是 最好是手机静音 对 然后在地铁巴士上面呢 是不可以喝水 不可以吃东西的 嗯 抓到会被罚款 嗯 这个跟国内还是有区别的 因为国内就是 生活节奏比较快嘛 很多人会在地铁上就是 买好早餐 直接在地铁上吃个包子什么的 那这个在新加坡都是被禁止的 那在职场上面呃 有没有被歧视的经历 嗯 职场的话 其实我一开始 刚进入职场 菜鸟嘛 也是什么都不会 所以肯定 就磕磕碰碰 还是有的 然后因为我是公司唯一的中国人 嗯 所以 嗯 一开始还是 嗯 就是感觉挺 就是我自己个人感觉还挺不好的 为什么不好 就是被 被同事起 也是有一点排斥吧 嗯 是因为你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然后是 弱势群体吧 因为没有其他中国人 对 我觉得也是 嗯 然后 除了这个 其实新加坡整体的文化 因为它是多元文化的一个环境 嗯 所以只要你做得足够好 嗯 他们都会认可你 然后会 还是 还是一样的 就是他不会说 因为你的身份 而 而特别的就是 排斥你怎样 不会 只要你 能力 能力够的话 嗯 他还是一样会认可你的 嗯 所以不用 其实新加坡工作不用太担心 嗯 那你之前有没有在 国内工作过 有 在福建岛家有工作过 然后因为薪资也不是很高 嗯 然后衣食住行各方面吧 就觉得 还是新加坡更适合我 所以我又回来了 嗯 那以后有没有考虑过 还是回国 嗯 其实有想过 因为中国现在发展的非常好嘛 对 然后更多的职场的 呃 甚至空间啊 更多职场的机会 嗯 但是因为我已经 习惯新加坡的生活了 嗯 所以就还是决定留在新加坡 嗯 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 回不去的叫家乡 嗯 所以 真的是回不去了 嗯 然后在一个地方久了 新加坡算是我的第二故乡吧 嗯 嗯 还是蛮想练家乡的 嗯 但是我在这里也蛮习惯啊 对 已经带了十年了 对 以后其实可以把家人借过来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家庭 在这里生活 是的 就是一个家乡 那希望你的愿望 你跟早日达成功了 呵呵 牡丹江 我叫